chemotherapy 3 題 題目說 F 等this 那麼下面 這裡面的答案是正確的 有個性率是化嗎,怎麼辦? 發現繼續 myине 所以低體不難 工資2 hardware 就等於 更換二分之一乘上 更換二分之一解一乘以 更換二分之一加一 那當然我這個更換二分之一先留著啦 裡面的我可以先用 A 加 B 乘 A 減 B 那是等於 A 比方減 B 能夠到 那是不是等於二分之一解一 對不對 這樣你看我就知道很明顯是 肯定是小於0 對不對 因為這個是負的 所以一就不對了 再來他說 F 等於二有整副解 這個有夠整副解 等於二 兩個方法一個就是帶進去 等於二然後去解它 這是一種 另外一種的話 你看如果說是帶進去告知 真的等於二 這個可能不好找 好吧 那只要怎麼寫 就是 X 乘上 X 加 1 等於二 對不對 然後去解它 所以這乘開的結果 我寫快一點 應該是等於 X 三四方 解 X 等於二吧 對不對 好 那你覺得會有整數解嗎 你覺得 你覺得 會不會有整數解 你覺得 你如果判錯它沒有整數解 X 三四方解 X 四 減 X 減 2 等於0 如果它有整數解的話 我們可以有什麼報道去想 你知道嗎 以前高頁都學過 就是牛頓吧 它如果會有整數解的話 那就代表它其中應該會有這個 它其中那個 X 對不起 那個 假設它答案裡面出現的那個 A X 減 B 好了 假設它的解好了 那其中的 A 一定是其中的正負一 B 就是二的因素 所以可能是正負一跟正負二吧 那因為 A 的話不用解正負一 也當成是一就好了 所以你答案的其實只有四種可能而已 就分別是正負一跟正負二 對不對 所以你要把那個 1 負一 2 負二等進去看 看不等於2 如果有的話那就對了 如果沒有了 就不會再有了 聽懂我意思嗎 因為不可能出現有三的 那就不符合那個 柳頓法的定義嘛 柳頓法告訴你說 如果我會有一個所謂的那個 呃 有理數解的話 那答案的話 只有可能出現是正負一跟正負二 這樣的結果 都不可能嘛對不對 你帶去清學長 帶1 0 帶負一他是0 不會等於2 2的話呢 他變成3 太大了 負二也不可能 對不對 所以答案他不會有 OK 會啦 好在第二個呢 他說這個有時數解 x 乘張 x 解 1 x 加 1 等於 x 平方 加 1 等於 x 平方 加 1 有時數解 你覺得會不會有時數解 你覺得會不會有時數解 這個其實 呃 看考什麼知道嗎 一樣我們要乘開好了 好不好 x 三四方 解 x 會等於 x 平方 加 1 x 平方 加 1 x 平方 加 1 會啦 好 那這個如果你仔細觀察的話 我可以用什麼話去想 你知道嗎 我可以用看根定理去想 看根定理 所謂看根定理你知道嗎 忘了 我如果帶 f 的 1 來 f 的 1 多少 f 的 1 1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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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 是不是小於 0 哦 f 的 2 呢 這個焦點 對 8-4-2-1 8-4-2-1 8-4-2-1 變成 1 是大於 0 所以我可以確定一件事情 對 因為 f 的 1 乘上 f 的 2 小於 0 所以我敢保證 他在裡面應該會有奇數個解 既然會有奇數個解 就當然一定有時數解了 就是 1 個或 3 個嘛 就這樣有時數解 你記住喔 會有時數解 一定會可以在那個什麼 數線上面呈現出來 對不對 沒有時數解的話 你根本在圖裡面 換不到那個點的 因為他難聽就變成是 負數或虛數嘛 對不對 聽懂嗎 所以利用看根定理 我可以知道說 他有時數解沒有錯 會啦 OK 那第 4 個的話 他說等於 x 不等於 0 的有理數解 因為這個題目很賊 因為 當他等於 x 的話 其實結果是什麼情形 知道嗎 就是 x 等於 x 解 1 x 加 1 對不對 我們再看之下 老師除了 0 以外 他沒有別的答案 0 就其中一組答案嘛 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把它消掉 我的意思是 我消掉的原因 是因為我告訴你說 x 可以等於 0 那我們去找另外一種 x 不等於 0 的情況 消掉就是不等於 0 對 我的意思 聽懂我的意思嗎 我假設 x 等於就是我其中一組解的 你就其中一組解嘛 然後他說 有不等於 0 的 好 我如果不拉不等於 0 的話呢 那是不是可以消掉了 那就代表是 x 平方 然後呢 減 1 等於 0 對不對 所以 1 過去 所以變成 x 等於 1 不要等於 1 所以 x 等於 1 正負 1 可是呢 正負 1 又出現什麼問題 你知道嗎 如果當他是 1 的時候 這個是 0 這個卻不會是 0 而且事實上 我消掉的時候 其實應該是 1 等 x 平方 解 1 才對 不是 0 不要講太快了 你約掉的時候 這裡是 x 等於 1 這應該不是 0 這應該是 1 才對 所以你應該是 x 等於 2 所以答案其實應該都知道 正負 更好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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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是有理數喔 聽懂嗎 對不起 不是 的確有不等於 0 的解 但是那個解是正負 更好 2 並不是有理數 所以 4 是錯的 會啦 OK 好 然後最後一個的話呢 告訴你的是 f 的 a 等於 2 那就是 代進去嘛 就是變成 a 乘上 a 結 1 a 加 1 等於 2 然後他就請問你 -a 會嗎 好 代進去吧 -a 乘上 -a 結 1 -a 加 1 我們看 5 等於 2 來 第一個 這裡不是有負的嗎 這裡有負的可以把它提出去吧 這裡呢 也有負的可以提出去嘛 這分別有幾個負的 三個負的嘛 所以變成負的 a a 加 1 這提出去 -1 都變成 a 結 1 那請問你 它會等於 2 嗎 這整個不是 2 吧 那這裡 a a 加 1 a 減 1 的話 應該是負 2 應該是負 2 應該是負 2 我看一下喔 答案是負 2 所以可不可以這個也是錯的 所以只有誰是正確 只有c 是正確的 好 這裡看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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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